那请问怎么抓这6种颜色 首先我们现在要先抓我们的第一 认识我们的用色的色调 所以请打开我们的简报 第一页 我们先插入6格 6格来请插入6个这个矩形 好来放第一个矩形 不用放太大 等一下我要放在每一页的右上角 Ctrl 键按住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可以吗 我们总共6格 你要先分别画出来 好那怎么画 6格 一模一样大小 其实我有加银行坐键 然后拖曳 就产生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直到第六个 好 好 好 第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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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点 点这边 点这边 点它 然后上一边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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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 这边的 做 你做 做来可以练习的 来继续 来回到第一页 做 是个 反面的动机 第一页 来请到这手机 你不懂得理解 security and the features needs to be a strategic partner 所以,我看你不懂得理解 你不懂得理解 你不懂得理解 我看到你不懂得理解 我看你不懂得理解 我看你不懂得理解 你不懂得理解 我猜拟,akan你不懂得理解 我猜拟解 你不懂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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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體 慢慢去,来,躺错一下 你看我画小小的 你先模仿,你看我画不到,你就画不到 没有,没有,没有,我画六个,来,放开 放开,放开,你放开 我,我,你能不能先开始使用模仿 我做什么,你做什么 好,躺错一下,你做 躺错一下,来,右手抓滑鼠 右手抓滑鼠,按住它往右拖翼 躺错一下,我没这样子放开,就要放开 等一下子,按住中间 按住,往左拖翼 放开 好,继续 第三个 第四个 有四个 第一个 我是放六个椅子花椅子 好了 继续 我们现在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第一个我要放主色调 听得懂吗 各位知道主色调是什么吗 第二个 就是它对我指的背景色 第三个 第四个 黑色 白色 听得懂吗 大家都是这样放的 那如果是金管会就只有四个 听得懂吗 因为假设有一天你去金管会工作的时候 这边就只有出现四个 而且这个一定是黑色 这个一定是白色 黑吗 没有例外 听得懂吗 然后你的检报里面 就只能出现这六种颜色 不能再出现其他颜色 听得懂吗 然后图片里外 图片里面是限制说 人家吃到美术系帮你设计的一个海报里面 就只有一样正六种颜色 不可能吗 对不对 听懂吗 所有之需是不是一切都符合标准 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 来 第一个动作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抓六个颜色了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做什么事 请把这个简报视窗稍微缩小 缩小会不会 这个简报的画面请先缩小 缩小 可以吗 请问有缩小 小小č讲这样子了吗 就是把它放到右下角一点 好 第二 请点它 请点 第一格 第一格我是不是要放正机会的阻塞掉 好 来 请麻烦 请麻烦 先下面 下面这个是网页 请拉到主色调所在的位置 这一块 这一块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填颜色 当然会啊 当然就是用这个图案填满 对不对 但是 你现在图案填满 是不是要填 别人视窗的颜色 对吧 你就不会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不会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教你说怎么样去填 好 请你听好 怎么样去把这一格填的颜色指定为这个颜色 好 第一 来 请点这个在简报里面 第一麻烦请点这个 绘图工具格式底下的图案填满 请用色彩选择工具 色彩选择工具有看到吗 色彩选择工具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在你自己的视窗都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就是要重点是 要用别的视窗的颜色 所以你要左键按住 一直按住 到什么时候才放开 到这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视窗 确定了是这个颜色 你要不要记一下 多少 16 132 129 它是颜色叫深蓝绿 听得懂吗 因为这是必须要提供给别人的 好 所谓别人就是你要花钱找人家来帮你做设计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他 我们正机会的主色调是什么颜色 好 放开 请问一下 我的内容填色是不是就填了这个颜色 接下来请选第二个 请选第二个 然后请点选 就是一样 绘图工具得是图案填满 而且图案填满是选择色彩选择工具 然后按住左键 拖翼拖翼到这个地方 放开 然后第三个颜色一样的做法 请你们自己做 让augment